我覺得很亂 我覺得台北有點危險 外籍學生口中抱怨的 就是台灣的交通 更被外國媒體報導 簡直就是人間煉獄 因為大部分駕駛不尊重行人路權 更經常橫衝直撞 前幾年又出車禍 就是有一個公車穿紅 那個綠燈 不是紅燈 它穿紅燈 然後就被撞到 我騎腳踏車 所以就覺得 就是像車子蠻多的 比較危險 這特別是機車 太多機車 都不尊重這個交通規則 都亂開 所以要特別注意一下 在這邊沒有什麼 很多地方沒有什麼 行人道的 就很不方便 上班時間 台灣龐大的機車數量 簡直就像是瀑布 路上機車亂竄 就連台灣人也怕怕 我覺得很危險 有些你自己有開車的話 那摩托車就蠻恐怖的 我有時候會騎腳踏車 回公館校區 那我在騎的過程中 其實很害怕 因為車流非常多 包含我在搭公車的時候 也會看到 公車跟摩托車的距離 非常靠近 我會替他們感到很緊張 外國人眼中 台灣像煉獄的地方 除了交通之外 還有各式各樣的 獨特美食 表情驚訝 皺眉頭 魔獸霍華得到夜市長鮮 一口咬下肉串 才發現原來是雞的屁股 台灣人心中最愛的美食 像是皮蛋 臭豆腐 豬血糕 以及炒菜長家的 帶殼蝦米 一般外國人 都難以下肚 蝦米我不喜歡這個蝦米 因為我不喜歡吃動物的土 從交通觀念到飲食文化 台灣都讓外國人又愛又恨 是煉獄還是天堂 就在一面之間 歡迎新聞 宋俊宇王愛德 台北採訪報導 請訂閱 按讚 分享環宇新聞YouTube頻道 並開啟小鈴鐺 即時掌握全球時事與最新趨勢